中国地产地雷满满 从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端倪 因为现在中国前十大的建商 竟然前面就有九位 已经出现跳票或是破产 然而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 似乎老神在在 因为他私底下已经拟好了 出逃的豪奢计划 这我就要请教威姐了 许家印这样双手一摊 我啥都不管 我就烂的态度 会成为其他即将引爆的 企业老板 争相效仿的模板吗 就像这几天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 居然恒大直接在纽约 美国的纽约 他要申请破产 你知道管理没有 你这个差别在哪里吗 当他申请了破产 这些资产全部冻结在美国 所以你这些美国以外 中国的债权人不能追产 我要也要不回来 是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都觉得这个 金金丁对不对 其实更恐怖的在后面 来看就像刚刚家明已经提到 目前中国前十大建商 现在已经有九家 它是跳票跟破产 但是我跟你讲 还有剩下一家 那一家也正准备 要跳票跟破产 全部都要出问题 跟你讲这是很严重的 这会造成什么 会造成整个全中国 它的经济体 它会产生一连串的骨牌效应 特别包括像是金融体系 来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恒大 它目前碰到的一些状况 它已经产生 什么样子的一个骨牌效应 你看有了恒大 恒大是全中国 目前是第二 前十大里面还有很多大家 除了大家都知道像碧桂园 还有赵家 花样年 这些通通很多人都已经准备 不是破产就去跳票 这很严重 再无违约 但是你知道这些骨牌效应 居然还扩延到房仲业了 我跟你讲 最近一起 这中原集团其实还深圣 它是很多的建商 它下游在卖房子的 那些建商 它居然公告出来 这上面是很小 反正简单的跟大家报告 原来它这个地方 影片 我们的制作单位很用心 也找到影片 它说原来这个地产 周原地产 它公告对外 现在它没有钱 可以发给它所有的房仲 为什么呢 原来它的钱全部可扣在 就是这些碧桂园 恒大 还有像是赵家 这一连串保调 或者是准备破产的公司 在这里面它一一点名 公开点名 不是我不给我员工钱 那员工先来逼问 他那个总经理 要他把钱还回来 就我赚的钱你凭什么可扣 他在讲说还在法院 因为目前为止 光这一连串这些公司 至少欠它十亿人民币 至少十亿人民币 完全没办法还 所以你看 这一连串的骨牌效应 最后它造成了一个结果 不是只有地产商 没料到它底下的房仲业 全部遭殃 但是有一样事情来了 那我们想知道 那许家印自己本身的资产 到哪里去了 你知道这几年 它全部通通都是高分红 这上面四百九十九亿 将近五百亿 这里面的人民币 全部就被许家印套走 那问题来了 那你这个五百亿 赶快拿出来还 你看这些房地产 房仲他们通通都要钱 你的钱去了哪里去 管车边我跟你报告 他去了哪里 目前为止 据说2020年 中国大腕横扫整个伦敦 伦敦目前为止 创下有史以来最大一间 他的房地产豪宅案 据说就是中国人 可是你看他挂名 上面一个叫做 所谓的重庆的李嘉诚 好像不是何又铭 跟大家报告一下 家明 你知道他背后是谁 不知道 他的背后 那个人 真正持有那家背后公司的人 叫做丁玉梅 谁是丁玉梅 这不是许家印的老婆吗 就是许家印离婚的老婆 我跟你讲 他的老婆就是拥有这户 在伦敦创下有史以来 最大豪宅案 这个你看到底有多崩壞 这个是金融时报 他报告出来 他透过人头 去砸下75亿 去买下了这栋豪宅 这里面你看有多夸张 多奢华 这个什么游泳池什么 都不用说了 里面有47个房间 有这么多人要购买 跟英国 英超有一个足球场非常大 跟他的整体的足球场 就像那么大 里面你光看厨房 他还是整个工业规模 才能够做出来 可是你知道最特别的是什么 家明这里面 他里面最有名的 整个黄金材 我跟你讲 他是18世纪改装的一家 类似皇宫一样的豪宅 这里面最特别是什么 他是跟之前他的这个 拥有者是沙乌地 阿拉伯的一个王储 然后这里面 你知道他里面 最大的装潢叫做什么 什么叫做金枝玉叶 他是用百万英镑 他最大的装潢 里面全部通通都是黄金柱的叶子 这也太豪华了吧 所以你看 真正标准的金枝玉叶 他的五百亿叠加 除了这里不止 你知道他的豪宅 其实到处都是 很多人以为 这个恒大的许家印 专门在盖房子 错了 他其实专门在买房子 光是这个伦敦的超级豪宅 就是被他买走 而且目前为止 据说他在香港有豪宅 香港的豪宅不仅现在获利翻倍 而且还去接应过谁 英国的安德鲁王子 英国皇室成员 专门就在许家印的公筹帷幄之间 还有在这里面不止房子 还包括像是私人飞机 私人飞机目前为止 大家都知道A40 大概是4300万美金 那是他个人小的这个私人飞机 管就明白 那是我们台湾首富级的人的 这个level 他这种中国首富级的 他还要有一个 160人的私人客机 这是可以载160人的客机 带他去干嘛 据说2014年的时候 拼命跑去 这个整个澳洲的黄金海岸 专门是扫货买房子 这就是他的一个规模 许家印到底怎么样发机 能够让事情变得这么有钱呢 来 我跟你讲 观众朋友 他们你可能对他很熟悉 又不太那么熟悉 当然最有名的一件事情 这许家印最有名是在2017年 突然变成了他们中国的首富 还不止这样 那时候去参加两回 他是政商人脉政通人和 当时最有名 记者追着他 他就是这么意气风发 然后他当时秀出来是说 他这个皮带 有没有 看清楚 H有没有 这就是Hermers 所以当时他就是最有名的 叫做许Hermers 人家说他叫做许皮带 因为光是他这个皮带 就已经价值高达人民币 6千块 不是一般的男生的皮带 是人家Hermers 所以据名 当时据说他的外号就叫做皮带哥 但是观众朋友 你知道他人生最精彩的地方 在哪里吗 在哪里 他是从水肥哥 变成了皮带哥 他原本是挑水肥的 我跟你讲 他真的是人生还蛮传奇的 他的人生前半段 说实在还蛮有点点悲剧色彩 他其实一岁就丧母 他们是河南人 在当地其实是穷困出身 到了高中 高中升大学的时候 他去打工 他当时打了工 就专门在挑水肥 你很能想象 这个水肥哥 没有没料到 他居然有一天 变成了一个皮带哥 最精彩的 起死回生 其实是发生在2008年 那时候嘉明 其实他的恒大 就打算要在香港上市 香港其实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掏件地方 因为他没有外汇管制 在这里面 他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 意气风华 他底下有33个建案 当时全部同步在开发 当时的资金缺口 大概是100亿港币 当当时就想说 那100亿港币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资产 去哪里来 去哪里来 对不对 你还是不动产 你套债不动产 这样很危险 对不对 他说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要上市 我直接就可以在现金市场套现 所以没有问题 没料到那一年2008碰到什么 金融风暴 没料他所有的资金 全部卡三了 你没办法 他曾经 他其实有跟万科的王石 他们虽然是竞争对手 但是其实小有交情 他跟他问 兄弟啊 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点钱 不要 不要对不对 好 他许家印 我许家印 他直接杀在哪里 香港的顶级富豪圈 他直接去跟香港地下经脉 最重要的一群富豪 直接赚钱 来 那个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 这些香港人 你可能对他们不是很了解 杨寿成 是英国英皇集团 他的一个主席 这个合住国 其实当过政治人物 其实就是新党日报 就像当我们这边 最强势的媒体 他的一个主席 刘兰昕 当然很多人知道 会花瓶新闻 华人制裁 这个都是房地产 最重要他是许家印 对不对 他旁边你看他站的是谁 这个最重要是 这个郑芋头 这个郑芋头是谁 他其实新世界 就是香港珠宝大王 大家一定知道 周大福 知道 就是他 满手都是现金 都是金银珠宝 他有钱 而且说实来 你要跟富豪借钱 谁都可以借给你吗 当然不是 他要如何透过 他当时参加了一个 叫做大堤会 大堤会 大堤会 很有趣 你知道这个郑芋头 其实他们是忘年之交 他当时已经83岁了 其实他碰到许家印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小子 其实还蛮会 几个嘴 几个嘴 好厉害的 可是我看你的人品 这大堤会是什么 其实就是打大佬二 打牌出来的 其实他就是在 富豪的牌桌上出来 他就借到了这笔现金 他后来通过了 2008年金融海啸的一个考验 居然上市了 而且2009年上市的时候 就把一群的香港顶级富豪 全部邀到了他上市的一个会场 这就是后来他弄了套现500多亿 分别通通都分派 交派给所有香港顶级富豪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但是说实在 过程当然一点点小story 比如说你要借到富豪的钱 哪那么容易 为什么要通通都跑去找去打牌 因为在牌桌上可以看出人品 看出你到底精致的反应行不行 连续三个月通通都去 才达到这个郑玉彤 直接借钱给他主要的一个效应 我们刚看到的都是许家印 但是问题是 现在许家印恒大 现在申请破产之后 现在在中国的这个房地产部分 是不是还有其他卫报袋 即将要爆炸了呢 破题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告诉你 10家里面有9家 已经申请破产或者是跳票 在这里面 另外一个人也岌岌可危 前面我们都讲说 李嘉诚的效应润出去 所以这个连许家印都变成了 许家成 现在还有一个叫做潘家成也出来了 来搜狗中国 大概非常有名 曾经有来过台湾 其实潘石屹这个人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富豪 他当时他的搜狗中国 其实他人早就没有在中国了 但是你看他近期公告的 他居然他的中期的业绩 一出来吓坏了所有人 原来他的人民币 19.86亿大概没有什么感觉 他只是告诉你 原来这么大的一个富豪 他连土地增值税 还有质纳金 全部都付不出来 已经营运非常的严重 而且他甚至还欠银行的本金 他基本居然要违约交割 那就跟你哭求 为什么呢 原来营收获利不好 他在那边当地的大楼 你看这个下降 租金下降 他根本赚到的钱将近九成多 你叫他如何去营运 他就是学 他就是叫做潘家成了 为什么呢 他非常的睿智 2019年那一年 他就告诉了 他发现整个的中国市场 原来他这所有的荣景 2017年那一年就gan over了 所以他其实从那一年开始 陆续的在海外资产 他在海外资产 你看你不是没有钱 你不是哭穷 我告诉你 纽约的通用汽车大厦 EA 那是在第五大道 就相当于我们的飞行黄金 还有在曼哈顿的中城的公园大道广场 两户光色这两个资产 他就已经超过50亿美元 你怎么可能没有钱 所以我只能说 很多的事情 我们常常有一个重要的结论 你说你没有钱 你有办法去看这个球赛 看网球赛 而且还被央视直接拍到 我们只能说 李嘉诚这个做法 这个给了很多 这个中国富豪教训 原来我要变成许嘉诚 我要变成潘家诚 就是要比中国所有的处分早走一步 我才有办法让出中国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所有的房地产商 如果全部都要让出中国的时候 你表示 整个的中国经济 全部都往下走 最重要的 并不是这些富豪到底要不要还钱 最重要的是 未来它的金融崩盘的效应 小老百姓的学艺该怎么办 新闻内幕 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 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嘉诚 敬请锁定